今天买了两斤大虾来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 不红烧也不水煮,特别的鲜嫩 首先去掉虾头,扯出虾馅 再剥壳去掉尾部 这样新鲜的虾肉就剥出来了 两斤虾肉就这么一小盘 虾肉的话呢,分成两份 一份剁成虾泥 放入碗中备用 另外一份切成大块,也可以不用切 同样放入碗中 再来切一些姜末去腥 准备一些马蹄剁成小块,增加脆感度 全部加入到虾肉里面 加盐,白糖,胡椒粉调味 最后再加入两勺淀粉 再拌均匀 往一个方向搅打上劲 最好是摔打几次 这样口感更加的劲道 Q弹 最后加入一些食用油 搅匀备用 放入冰箱冷藏15分钟 碗里面加入小麦淀粉180克 土豆淀粉60克 一勺盐 用开水250毫升 一边倒一边搅拌 烫成面絮 再加入少许的猪油 或者是植物油 揉成面团 这里的话呢 一定要多揉 把里面的颗粒揉开 留到光滑细腻 搓成长条 切成面剂 全部切好后 撒一些玉米淀粉 防止粘粘 不用的面剂要盖上 避免风干 先压扁 再用擀面震擀开 擀成饺子皮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冷藏好的虾线包进去 捏花边 右手捏折 左右提拉面皮过去 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手法捏合 面皮比较薄 动作要轻缓 最后收口处要捏扁 用剪刀剪去多余的 再稍微捏一下就可以了 放入蒸笼里面 水开 放进去 大火蒸5分钟 在我们的水晶虾饺就出锅了 面皮精灵剔透 不干裂 不破皮 虾肉非常鲜嫩 自己在家做的话呢 满满的虾肉 吃的可带劲呢 今天的话呢 就分享到这里 想吃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 我是夏妈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